那下面呢,我们讲解完了训练法则之后呢,主要讲的是一些训练方案 就是说,当你的胸肌已经具备一定的这种维度之后 那么有可能会体现出一些优势和劣势 那所谓劣势呢,就是说一些发展不足的地方 那么常见的一些劣势呢,有什么呢? 第一,首先就是这个,在这个区域我们来这个造诗画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饱满度不足 很多人这块是绝对就扁了,赵老师也不用模仿 因为赵老师确实是,还算在这个我们这个运动员当中啊,是要满上 就没有明显的这种短板,但有人他这个区域 就扁进去了,那扁进去了,那扁进去了会有什么呢? 第一,你肯定胸肢不薄嘛,就不完整 第二个就是说,中间这个缝肯定是看不出来了 就是说,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胸缝,中缝 那么,所以接下来呢,这套训练的方案呢,主要着重呢,就是 弥补中间的这块不足的,那所以说呢,从训练的原理上呢 我们胸啊,胸大肌,他的这个肌纤维,是从里面直接通到外的 是这样直接通出来 对,是这样直接通出来,所以呢,他就强了一条线 从原理上来说呢,他是不能分成内外的,因为他一根线嘛 他怎么能分成内外呢?他可以分成若干的,上中下,不同的这些线 但是他一根线,那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呢,中间不足呢,往往是你的运动幅度不足导致的 运动幅度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根线 从外一直收索收紧到里面,如果说你做不完整收索 或者说,所谓推起来的时候,推半长,推的收的不够紧 这样长此以往呢,就会造成中间的不足 那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呢?一个是呢,可能一些在初期训练中 贪图重量,重量越重,你的肌肉就容易收紧 因为在肌肉收紧的那一刻,那百分十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开始变差了 所以说,你中间过重,可能中间前面都是可以移动的 但最后收紧一下就收不紧 这是造成中间亏的一个问题 再往呢,就是寒胸驼背 对吧,他这个胸是要凹进去了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很难把中间收紧 因为从中间它是一个,从这个地势上是一个比较低的地势,是凹进去了 他很难充分地目击到张力 这个时候呢,压力往往都是在肩和胸的这种外侧 这个地势 所以呢,如果是正情况呢,我们首先要较净体态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要强调的是,要把胸顶出来,顶胸 这就是从这个训练思路上 那从具体操作上呢,我们确实也有一些动作 它就是能让你把中间收得很紧的 那这种动作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练起这个中间这个地区域的根属动作 或者说你点中缝 手当机充呢,就是加胸类的练起 那所谓加胸啊,就是单关节把手合进来的这种动作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飞鸟 因为飞鸟,当你把手移进来的时候 这个飞鸟的,它的这个雅铃的阻力是向下的 当你在往里合的时候,没有阻力 所以说,越往里合,它阻力越小 那它这个中缝的刺激其实是很小 所以它主要还是在外侧 那我们要做加胸的话,一定要用器械 我们这样去做 好,我们这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器械,加胸器 这个体系的加胸的效果,是最理想的 因为它的阻力是非常红定的 然后加到中间的时候,这个阻力也是非常持续的 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它这个座椅做的高地啊 就是,它那个手,基本上是在你一窝的这个高度 这个时候,你看,整个这个手臂,连过来 就全的这个胸椅中部的这个器械位 就一直空到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就是,你越往里夹,这个胸椎越要往前顶 这个时候,中间才能是变成一个很高的地势 那所有的量都会往这块去,会去它的受力 会非常的充分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了,这个肌纤维一下就受力了 对吧,中间这个地方就画了这两个圈 鼓得非常的饱满 好,来,打开 充分地伸展开,然后加进来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加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停顿 要让这个中间的肌纤维,充分地去感受这个压力 注意看,画两个圈的这个位置 对吧,它会明显地鼓起来 好 这件事呢,我们不要做得太重 因为做得太重的话,你能一动重量 但中间收不紧,就没有用 所以,一定确保的是 你每一次收缩,都能感觉到中间的 画的两个圈的这个位置 要非常的障碍,有那种障碍的感觉 而且强调的是,停顿 用这种方式 还能去做12到15次 那这个重量就比较合适 然后我们去做4到15次 把这个练器放在第一下去做 那这个时候做完以后 就应该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中间是有感觉的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我们选择用哑银去做落推 因为哑银和杠银相比 你的这个手臂 可以有一个向你走着一个轨迹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内侧收缩 收的也会更紧